我們是政府在去年的9月 也發表了台北市能源政策的白皮書 那這個白皮書確立了四個方向 包括發展多元的能源 發展循環經濟 積極節能減碳 第四個是適應氣候變遷 我們從這四個策略上面去努力 那希望在2030年可以達到減碳25%的目標 到2050年要減碳50% 所以各位看起來這是一個 感覺上好像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但是我覺得在台灣這麼有共識的環境底下 我們的的確確要往前走 而且一定要努力的跟它達成 所以這樣的目標我們有一些距離的作為 在這邊跟各位很快的分享一下 我們有九大策略 包括第一個是推廣低碳交通 所以台北市在電動機車 電動汽車等等這方面呢 我們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 第二個是推展學校的綠色校園跟田園城市 台北市是一個比較沒有農田的地方 我們如何讓都會成為田園城市 這個部分從每一個角落到校園都在做 第三個很重要的是減速 減少塑膠帶的政策 我們現在已經禁止一次性的產局 還包括這些塑膠容器 基本上我們是禁用 那這個部分的確是對整個從學校到機關的一個根本性的一個概念 那第四點是努力綠色採購 綠色採購我們從政府本身出發 優先要購買第五檔可回收 省資源對環境衝擊少的這些綠色環保的產品 那第五個是推廣市民的能源教育跟綠色消費 綠色消費對市民來講 這也是用習慣的樣子 第六個是落實產業的節能 那第七個是智慧的節能主張 我們現在只要是新蓋的社長 都在做水、電、瓦斯的智慧商標 從整體主張開始做起 那麼第八個是稀史 稀史的平台 所以我們成立了聖史交流平台 可以照顧到六萬左右 這當中即使有一些賣相不佳的菜 也不要浪費掉 要有洗食的觀念 那第九個是水資源這個循環利用 包括地下道公園 我們設置了27座的雨污板 以前在都會裡面 都努力在蓋地下電車廠 現在我們很不需要讓我們住地下電車廠 我們希望大眾捷運系統 所以真正更需要的是會呼吸的土地 所以我們把這個雨污板 那麼能夠來設置 然後做好這個水資源的再回收 另外太陽的一部分 設置也成長的感覺是224 可以達到28.9百萬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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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